欢迎回来 近来盛传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向雪州议会提成修改改教法案 却硬生生的被雪州议长黄瑞林挡了下来 随着局势发展 传言也越来越多 有媒体报道就说 阿米鲁丁准备提成不信任动议 要求议会罢免黄瑞林的议长职位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天授寻时就表示 否认了这一项说法 并表示行动党将捍卫黄瑞林 林冠英今天在首都出席一项活动后 被媒体追问有关雪州议会里的风波课题 他否认有人策划要撤换雪州议长黄瑞林 同时也阐明行动党对改教课题的立场 针对这项课题 可是我们的立场是非常清楚 我们要跟进这边防线 就是如果你说有任何要要转教 孩子没有超过18岁要转教的话 必须要两个家长同意才能够进师 至于黄瑞林本人在接受本台电访时 还是也一贯轻松乐观的姿态 面对眼下的僵局 他希望雪州西蒙领袖能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还很好 挺得住 我们也得到穆斯林议员 还有很多雪州的议员的支持和关心 所以大家都有同样的看法 不应该有任何的抵触联邦宪法的课题出现 所以目前为止 我希望能够很快的这个事件 在雪州西蒙的聚高领袖处理之下 能够得到一个最佳的方案 据了解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原本打算在7月29号开始的雪州议会上 提成改教法令的修订法案 让未满18岁的非穆斯林 只需在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的同意下 便可改信伊斯兰教 但是黄瑞林在议会召开的第二天 也就是7月31号突然宣布修会 挡下了这个提案 导致穆斯林议员不满 随即传出要求撤换议长的消息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 进入到货影报道 明年结束 感谢观看